那不叫屎杰,那叫战狼 玩意不是大使,中国现在是一色的大使 你没有想心力,ok 我这个不玩这种自力游戏 这个技术到底有些什么猫腻啊 人们想窥探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 网一网似的专门的频道 陈小平不是你的,怎么回事,你的凳子跟我一样的高 你做的正一点 那有时候故意让自己比你矮小一点 撑得出这个 这个一种阶梯性的秩序 然后你就安全了 今天你做这个中国研究院做的很辛苦啊 做了一些什么内应呢 有三个多小时啊 辛苦 有什么内应可以直接跟我分享一下 布朗斯塔 得离开美国 中国大使馆这个位置 怎么回事 这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一般认为是外交降级的一种形式还是觉得 这是大使本人自己受不了了 要离开了 说实在话没有一个 三个嘉宾啊 没有一个 共识 那个有一个人说呢 他是川普最好的朋友 那么他回来呢 帮助川普的 爱荷华 中西部 他有感召力 爱荷华上次是大赢的 那么这一次他的儿子已经投入了 那么他不仅要固守爱荷华 而且还有让他影响中西部 这是一个另外 这个呢是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的就是说呢 他居然还待在北京 怎么这时候才走 也有这个观点 回来得太晚了 他早就没事干了 他早就没有事干了 早就应该回来 其实大使吧 大部分时间是没事干的 所以他就开各种各样的 什么招待会呀 到处旅游走一走 大使这个职务并不像电影里面或者是 大家的想象中间外交官的工作很好 其实外交官这个工作是实际上比较无聊的工作之一 还有一个呢 认为他一个观点是认为他是 这个共和党里的对华政策的 温和派 那么这种温和派呢 受到了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的嘉欣炳 双方挤压 因为 特别提到他到上海去感谢这个中国政府的事情 那么跟美国政府的立场有分歧 这个说明他是一个 温和派但是这个有观 有观众认为他不属于温和派 他是一个川普政策的坚定的执行者 否定这样一种看法 但是他在上海建公正的时候发表那些看法呢 确确实实又 比较 柔和 不好 大使到别的国家就是扮演使劫 如果你扮演一个强硬的 角色 像王毅这样 那不叫使劫,那叫战狼 王毅不是大使,中国现在是一色的大使 如沙野 刘晓明 这个 这个赵立坚原来也是大使 他不是大使,他是参赞 参赞 据说这个英文很好经常在网上写东西怼 因为在大领馆,领事馆,大使馆没事干 就是怼嘛 那么又怼得很好,领导很满意 就把他调到内上头了,然后真的发光了 是不是啊 真的发光了 这个名字取得不错,春莹利坚,所以很多人都把他 想象化 我不想象,这个东西 你没有想象力 我这个不玩这种自力游戏 这个我们做新闻分析不玩这个自力游戏 你觉得不是自力游戏吗 这个是体力游戏 这个体力游戏也不太玩 你有想象力啊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最关心的 关心的一件事情是 川普总统随时可能宣布 甲骨文和抖音呢 有可能达成交易 还是有可能不达成交易 那你现在 倾向于认为川普总统会高兴这个交易吗 我倾向于 虽然极端派不满意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 这是一个迎面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这迎面比较大,为什么呢 美国要考虑他的国家安全的这个担忧 那么他现在把这个东西 交给了 甲骨文 对,就是在谷歌的人 搬到甲骨文的人 而且这个 他是什么东西呢 他原来要搞什么透明啊,放在新加坡啊 都不能解决美国的担忧 那现在他彻底解决了美国的这个担忧,但是还有下一步 就是说 他如果跟甲骨文之间这种合作关系,那么甲骨文 在这些数据的这个发言权的问题上必要很大,要保证 这些数据 中国政府要求也不能落到中国政府的手上 不,他是这样 就是他可能单独成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里面他处理的就是数据安全 所以甲骨文就可以判得上硬头了 而且不,而且就是说 真正的到这个董事会有决策的时候 甲骨文说不能够送到中国去 那必须有佛教权 要达到这样一种 技术上的设计 才能最后固守这个数据安全这个需要 因为甲骨文他并没有拿出多少钱出来投资 但是是不是有足够的发言权呢,这完全处置于公司建立的时候的历史的设计 对,历史的设计必须说你投资很少 但是你有节奏的发言权 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认可的,不是说我一定投资多少 我就有一定足够的发言权,不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在 人类政治制度设计之中 一小波大的这种设计很多啊 非常多,而且小的在涉及到他的利益的时候他有否决权 他在大的问题上他没有否决,但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他这一票有非常关键的否决权 这个否决权恰恰就是含金量 对 这个 他解决了数据安全问题的话呢那么 这个行政命令所担忧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就解决了 同时呢 因为中国政府也是这场游戏里面的玩家 中国说你的这些技术不能卖 是吧,也达到目的了,那么现在他没有卖啊 这样也让中国政府 没有难堪,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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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到底有些什么猫腻呀 人们想窥探 现在也不窥探了啊,就让你存在了 只要数据安全就行,你的技术这个猫腻就让你存在着 存在的技术来讲,没有他的 全技术 那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呢,那么张一鸣也很聪明 为什么把微软甩掉呢 这个从甲鞏一出场啊 我在国内做互联网的朋友啊,就说买家一定是甲鞏 微软出局了 为什么 川普从甲鞏一出来就很喜欢这一家 买家 因为 要天时地地人和一系列环境才能促使这笔买卖 甲鞏出来川普很高兴,还是川普跟甲鞏说 老弟 买这个抖音我支持了,因为他们是老朋友 对这些问题的幕后相信有更多的啊 像写华盛顿水门事件那样的记者来披露这样一个事件 想顶就顶早就披露了 很强细 川普总统的总统的这个 这个什么权力交界委员会的成员,就是甲骨文的人 对,他这个捐了很多钱,我听老薛的节目也谈到了,他捐了很多钱 然后搞party,然后 历史渊源很深厚,那么 张一鸣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在考虑谈判断的,他考虑到我这种交易的安全性 如果没有安全性我也不跟你谈 那么相对于沃尔玛、微软这些公司 他的这个交易安全性就不如沃尔科 这是资本家 谈交易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这个交易的安全性和顺利性 那么在这个上交易的安全性,那么张一鸣也起来选择 甲骨文 所以说他能通过 这个 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一关 因为微软啊他出的价钱啊,对于这个想象力不大 200亿 原来还说1000亿的,你还更黑 20亿就不错了 太黑了太黑了 不过在这个交易中间啊 我已经大大赞扬了你的川普总统 我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交易艺术的 一个经典的案例 这个经典的案例是中国政府 张一鸣 甲骨文 这个川普总统 还有洪山资本 还有范太平洋基金 人家太多了 还有一个 使用者一面最大 因为使用者 几千万 不用担心不能玩抖音了 以前还担心 翻墙 对吧现在不需要了 这一部分人不满意 谁不满意啊,这个拉瓦罗啊 这个,拉瓦罗不会,拉瓦罗是原来不许买的 不是 拉瓦罗只要是总统的 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他已经曾经表达,他连最初让微软去买他都反对 他是要彻底灭掉他的 那么这是我看到的资料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是批评川普摇摆的,对中文又妥协了,也会不满意 所以说 至少这我看到的话,这个属于这个 白宫内部的鹰派,拉瓦罗为代表的 还有一些批评川普是商人说他是对北京不坚定的 肯定会抓住这个继续批川普 听说蓬佩奥也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总统就是总统 总统在最后没有绝对的 最后的拍板的权利 这些幕僚 在谈方案的时候,何彬发表意见,小彬发表意见 那么我说我卖,那么说不许卖 最后川普老爷子说我来拍板 卖就卖了 对呀,你否则的话你就别干活了嘛,你就直直走人嘛 这就叫行政集权 对 行政集权 对呀 这叫行政集权,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事情特别关心 这个微信呢,好像没有人提起来了 微信 45天,8月7号算45天,还不到时间呢 还有多少天 8月7号发布的行政命令嘛,你算吧 9月7号,现在才15号 多少天啊 也没有多少天了,一个礼拜左右 但是最新的消息传来了 华尔街电视 最新在媒体里披露出来 其实我的退友也 我的退友一早就给我发了一个退 讲的是康瑟斯大学啊 给全体的私生们 发了一个通知 不准在校园使用微信了 这个你知道吧 这个我还不知道,这是前美国第1家 大学禁止使用微信 因为他们认为虽然商业部还没有给职用 但是的这个 微信的涉及的安全性是使他们担忧 所以你不准在校内使用微信 但是如果你使用怎么办呢 那当然就是违反了校规 那么如果你要避免维法校规怎么办呢,还是有办法的 校外用 用校外的 你就把那个 校内的网络给他关掉 你用那个无信的系统来用 如果你用校内的话,校内马上就发现了 他能够追 如果这个 我觉得我不建议,如果你在美国大学念书的话,你还想用微信的话,我建议你 这个别冒这个险 因为他被记录,这个 因为很多人是玩这个网络的菜鸟 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入了那个网,被他侦测到了 我是这么看啊,也许我是外喊话啊 因为有这个规定的话,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掉进去 我就建议你别用了 就是这个意思 除非你 啊 我宁愿要用它,我也不带你去念书了 那就是这个你可以这么做,在美国成本 最低的生活方式就是升级手法,不要说 有一天法律追究你了,那个时候你已经麻烦了,打官司你时间耗不起钱耗不起嘛 对对对 那实际上这个 微信的问题是腾讯的对不对啊 对 那么 并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 现在微信还涉及到 封杀QQ的问题 那个不早就没用了吗 还有很多人用 是吧,也封杀了 这个也在 遇难之中要加到这个 45天以后的那个行政命令加在一起来 我只得关微信有兴趣,别的事情我兴趣都不打 这个东西你要做一个媒体,你要全面的介绍关于腾讯问题的 最新的信息 不是每个人都前面啊,你前面就可以了,微信和QQ是 腾讯的两个 这个东西 但是呢,腾讯请了一个 游说大家,就是Lewis 还是叫什么 他呀 是原来共和党的 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吧好像是 看他能不能打电话给 川普总统 你要做这种游说,你必须游说 川普身边最能够到这个,最有权利的人 最有权利的人,另外能影响国会领袖的人 因为我觉得国会领袖都是次要的,首先是 因为现在行政命令嘛,当然是影响川普了,如果是一项法案里游说的话,你要影响 两党的这个 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 参众两院的这个议长 这是要要要这个 他们如果你在 选这些游说的官员都是 这些人的时候 你没有这层关系,你选个鬼啊 好,今天我们的网言网事就不能做得太长了,因为 要体贴陈小平 做中国研究院太辛苦了 谢谢大家 老袋是木的 看看木老袋 谢谢 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您的婚宾